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准备提供20元美金的礼品卡 来鼓励感染者配合健康部门提供接触者名单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根据美国CDC早前的通告 控制疫情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大规模检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 然而获取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名单 是目前公共卫生部门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为此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那就是向参与时长为一小时的密切接触者采访的感染患者 提供20美元的礼品卡奖励计划 卫生部门同时确保新冠感染者所提供的信息将受到保护 不会在紧急情况下与他人共享 同时 公共卫生专家将永远不会要求感染者提供社会保险号付款或身份证明文件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门官员说 追踪密切接触者是控制COVID-19传播的宝贵工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向公众提供1000万美元 并试行20美元礼品卡激励措施 以全面参与采访过程的原因 但是 追踪密切接触者只是控制传播的途径之一 我们还需要居民和企业遵循公共卫生指令 通过民众的配合 我们有能力减缓这种病毒的大密集传播 截至7月7号 密切接触者调查总量为92523例 大约70%的密切接触者追踪采访已经完成 COVID-19检测呈阳性的民众 也可以通过致电1833-540-0473 从周一到周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半 将有公共卫生专员协助您完成密切接触者信息访问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